他這個人真的 老二那個大S 怎麼樣 他怎麼樣 就是每天說媽 我40幾歲了 做什麼事我自己做決定 然後過兩天 媽我什麼東西要你去做 那你不是說你40幾歲了 你自己要做決定 那我要想出去玩 我要退休 過兩天就打電話來 他要幹嘛幹嘛的 又找我去了 所以你覺得最煩的是大S嗎 最有緣分吧 不要講煩嘛 那對孩子 總有一個 總有一個 你不能對你的孩子煩 牽長掛肚 對 總有一個讓你牽長掛肚 不會每一個讓你牽長掛肚 對 總有一個 可是那個以後 可能跟你最親 很難解釋 小時候我就最擔心你的 你就是那種崩掉 崩掉 每天都到哪裡去 我都好擔心的 他不會 我沒想到 長大了你是 我最放心 真的真的 你媽要這樣講嗎 我要哭了 對啦 哭啊 要哭一下好不好 好 好感動 以後學老師應該是這樣吧 現在很開心 很笨 現在年紀大了很容易哭 我都會哭 是真的寶貝 謝謝 你知道我跟我媽兩個人 這樣吃飯吃到一半 然後就開始大哭 講講開始哭 母女這樣很好啊 對啊 很感性 只有母女這樣子啊 多好啊 對 因為被媽媽說 讓她覺得最放心 是一件 我覺得說有勁到孝道 對 比你什麼買東西啊 送東西更 真的 讓我覺得這是 孝順的一種表現 而且以前看那個 大小愛吃的時候 媽媽也有去過 然後那個時候看的感覺 就覺得你們好像朋友 然後可是過這麼多年 你們的感覺還是很像朋友 我覺得超級羨慕 對 超棒 抱一個 抱一個了啦 好感動喔 你也跟偉俊哥抱一個 沒有 我要不講 我 什麼邏輯 我跟妳拿下來做 什麼邏輯 不行也好 我們家家人 三十幾年 都是偉俊哥都是替代父親角色 來教育他們 因為現在我媽也開始覺得打毛線啊 我整個疫情兩年都沒出去喔 我就在那邊學勾背包啊 勾什麼的 我跟妳講 蔡依林是我媽先的喔 我媽不是在模仿 妳我媽先的 對啊 大姐先 妳打毛衣她們經過的時候 也會想戳她 他們說媽妳好厲害喔 把我誇得我都很開心 我媽 我們現在對付我媽的方式 就是說 妳怎麼那麼有才華啊 媽妳今天好漂亮 怎麼那麼年輕啊 對 就像這樣子 每天就是這樣子 不過妳們算孝順啦 說實話 這個觀眾可能不知道 妳們算孝順嗎 你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孝順的方法 講過就算 妳要求我 拜託了 我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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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我實際上會看別的節目嘛 會講家庭兒女 對父母的那個過節 幹嘛要紅包紅包啊什麼的 要多少多少 然後我女兒給我的紅包上面是 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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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隨便妳用 意思是說沒有上限 沒上限的 怎麼花就什麼花 我們的錢就是我媽的錢 就是這樣每年 雖然這樣有點這個什麼 但是還是蠻孝順的 這樣還是心裡很舒服嘛 舒服的 我們這種環境長大 很少什麼 然後從以前 用錢還要 還不算的 不可能 以前那個戒指送到我說 不准再送我珠寶了 因為我老了 扣每一個東西都很困難 所以不要再送珠寶了 主要講一些比較 你們講一些行動上的笑聲 不是 妳們都來都去就是有快樂 行動上的就是我在伺候妳們 拜託 我也有帶妳去打 妳也喜歡 我也有帶妳去打針什麼之類的 這個真的是 打疫苗的時候 他跟Michael兩個人安排好醫院 然後再拍子兩個人陪我去醫院打針 然後在那邊等到我沒有暈眩 然後再回來 有時候他們都孝順嗎 他跟Michael兩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他媽打一針 這邊打完之後 那個時候媽 我這邊也要打一針 一起打兩針 不是 我不能不講 不是光我女人孝順 是我女婿也很孝順 像Michael 現在媽媽 我媽自己提到女婿了 真的 那妳跟女婿相處得怎麼樣 我應該很少聽到人家 女婿搶的孝順岳母的吧 三個 哇 過母親節 然後那個 過年 Michael一定是選最好的酒 這幾年媽妳就 我說太貴我捨不得 他說媽妳就喝喝完再買 因為我媽很喜歡喝威士忌 我老公就是送很好的威士忌給她 不過媽妳第一次見到胸部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妳媽一直看人家胸部 沒有 妳第一次見到歐巴 胸部是姐夫的意思 胸部 對 是韓文姐夫的意思 胸部 就是她自動會來給我抱抱 就這樣 就想一想 想一想她的優點只有給妳抱抱而已 我抱抱而已 她是女婿的初見面 我總不能說 哎呀 妳噓啊幹嘛 我不是那種人 妳在觀察 她脾氣應該蠻好的 她人非常好 很溫柔 完全不會發脾氣 所以偉忠哥妳覺得 要不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真的要走到人生下半場 其實不需要那麼擔憂吧 每個人不一樣 可是呢 因為人的生命開始拉長 所以呢 以前 這個要講長了 嚴格講起來 真的人的生命太拉長 人也沒有老過 就說我們這代也沒有老過 像妳媽跟我們這樣六十幾歲的人 以前六十幾歲的人 拿還什麼運動 根本就在勞動 妳知道意思嗎 我們這代是真正開始面對說 我們現在六十幾歲 但我們好多事情跟經歷各方面還很什麽 然後呢 孫子搞不好也會跟你一樣 差不多看起來差不多樣子等等 很難解釋 所以我們要重新面對這個老這個字 這個東西不能傳承了 因為以前人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就老了 上個世紀或者上個世紀 工業社會來了之後 人又延長了十九二十年 我老公五十歲了還在跑夜店 這是要的 就趕快叫他停 他一停馬上就老了 你不能這樣講 不是我想說 你又不是年輕人 你去那邊幹嘛 兩天八百個不去夜店 一看白髮長長 你的胸部還在夜店 對 可是因為像我現在 偉東哥像我現在已經四十四歲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自己是二十幾歲的心態 是啊 你們這種 第一個你這種雙子座的不會 然後你 你不會感覺 有一種人是天生 就是有孩子氣的 到老了還是會 就是走走路會踢石頭 現在都拍上了已經八十歲了 還要踢石頭 就是有這種個性的人 我也有一點 對 我覺得你還是老頑童 對 我還有 這個很多人裡面就有一個這樣的人 就這樣子 長不大 那你覺得我媽會是這種型的人嗎 你媽就喜歡照顧人啊 所以她照顧你啊 她是開心的 你知道嗎 她又想自由 又很想自由 又很想照顧 對 大家就屬於這樣個性的人 人的個性不會改 因為她又要 偉東哥 我真是被他們親情勒索的 親情勒索 真的 迷思四也是我小時候的惡夢 小孩就是要罵要打才會乖 不然咧 很可怕 你讓我想到我小子喔 你怎麼會打小孩啊 我打了個兇的耶 真的嗎 鞋拔 我們都是鞋拔教育 鞋拔伺候耶 你跟你老公不是兩個大好人嗎 那是在外人面前 家裡還是有家裡的事啦 真的 鞋拔伺候 可是那你小孩是做了什麼事 需要被打 就是生氣啊 總而言之我管他做了什麼事情 讓我生氣 我生氣就是鞋拔伺候 應該會是有時候心情不好 就發洩在小孩身上吧 好像有一兩次是做 去打嗎 打嗎 就輸了十萬 然後打 找一個理由 為什麼你跟我 因為你很傻 是的 你之後就不賺錢 小孩怎麼可能不打啦 真的 你怎麼這樣 你叫我們怎麼做人 對啊 我自己也傳到惡果 你知道嗎 因為我愛的教育 老大跟老二都還算滿成功的 可是學老師這樣我真的 已經逗不過他 然後我都是被他氣到 就衝回房間 然後先倒酒 然後進來就這樣 這樣一直罵 因為有一天他現在跟我講什麼 他說 你知道嗎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一鼓氣堵住嗎 你要是沒生我的話 你現在已經不紅了 天啊 我說不好意思 他說因為我現在是很紅的 我現在很多人在關注我 我說 你是不是講反啊 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你媽媽是一個路人 沒有人會關注你 他說 還是會啊 我眼尺這麼高 我眼尺不講話又很好笑 會很多人就這種 自動會喜歡我 他明明就是你耶 對 他就是你耶 不要再心心爆棚耶 真的 最難交的孩子 就是跟你最像的孩子 真的 真的 每個人都說 那他不就是跟你一樣 我說我 但是他這個年紀 還有我在家 根本就是一個 完全是非常謙虛 然後低調的人 然後也是很用愛心 甚至就是 也不敢跟媽媽頂嘴 我是只有上個節目 我才會表現出那種 好像怎麼樣很 所以我真的很冤枉耶 真的 來你們家都容忍他了 就只有我爸 我老公出來講說 你再這樣的話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會那個 稍微收斂一點 但是他就 爸爸一手他就跟阿嬤說 好教喔 真的嗎 我根本不怕爸爸了 你最怎麼樣 我這個老三要怎麼教啊 應該是說 我是因為妳的 他幾歲的 他怎麼會幾歲 對啊 可是他在外面喔 因為我朋友帶我老三 去露營 然後 就其中有他那個 我朋友的兒子就 看完我女兒就是 一直有那種 好像有聚性 對 然後那有一次就是 看我下去說 你是不是有公主病啊 然後那 然後我女兒竟然回答她說 不是 然後後來呢 就從你學來了 就跟他一樣 我 我沒有講他 可能已經冰霧學了吧 然後後來他們玩遊戲 然後玩完之後 他們就說 來 小朋友也要幫忙甄莉喔 然後他那個兒子 就看到我女兒 好像沒有要很主動幫忙 他說 你為什麼不幫忙忙啊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公主病耶 他說 還普人 哪來 這什麼年代 還在用普人這樣 就是 你說這小孩 還有救 有啦 有問問方法 專家來了 只要是還是用救 我本來是很想把他 送去那個廟裡面 你知道台中有一個 廟的學校 古台 好 我常常說 你再這樣的話 我給你送去台中 我真的送過耶 而且我還送了有一次 有一次他真的太 太讓我生氣了 我直接說 來 你現在跟著 親愛愛樂 在南投埔里 從埔里走路 走路走兩個禮拜 不眠不休走到墾丁 他就去了 他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然後回來有變很乖嗎 真的超乖的 所以你兒子真的有去讀 那個廟的學校 他沒有去讀 但是我 想盡根本辦法 讓他知道 有這種地方都存在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說他女兒也是 非常就是愛頂嘴 然後就是很欠揍 他就真的把他送去 那個廟的學校 是不是很棒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 讀了一年之後回來 就真的懂得規矩 不會頂嘴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常常會跟我女兒說 你再給我講話 這樣子 我沒有 你去補台 我就送你去台中 對 然後你就整個 然後講到最後 我就說 阿西弟 媽媽不喜歡 就聽到你們說 要把小孩送去台中 我就說 對 因為我一二胎 我老大老二都超乖的 那時候我當媽媽的時候 帶他們出去都是天使 他們都覺得小孩子 天使兒童 然後好有耐心喔 然後就是都 然後現在老大老二跟我 都是姐妹偷一樣 是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吼過他們 我只有說 譬如說他們手指 要插進那個電線 電線 電口 我對於說不可以這樣子 那可能會電到 對 只要這樣他們就聽話了 可是我現在真的 我一天大概要 一個禮拜大概會吼三次 而且吼到那種 我真的覺得說 我怎麼會 腦充血 我怎麼會是這種人啊 你不是說老三嗎 對 那我是個多 平安和愛的人 是... 然後我堅決不打小孩 可是他真的把我逼到 我就說 你到底要為什麼要 這樣我上這種程度耶 天啊 那我不敢生老三 好可怕 這樣可怕 然後 為什麼 我就是鬥不過他 真的 老大不會處理他什麼的嗎 這樣 大的處理他 對 就是我會被他逼到 就是會哭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如果去找阿嬤 然後老大跟老二在的時候 我就會說 媽媽壓力很大 我就說你妹剛怎樣 他們就說 好欠揍喔 你幹嘛 你幹嘛跟他對話啊 對 就無視他就好啦 我說我就是 做不到啊 因為姐姐們就可以 無視他 因為譬如說妹妹 就當我姐姐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他們就不講話 然後他就說 跟我講話 你不是要有什麼 他們這樣 這招很厲害 可是因為我就沒辦法 對 妳是媽媽 對 媽媽怎麼可以這樣 還是妳試試看 還是妳試一次啊 妳試試看 就他有點鬧 那妳有原則嗎 對 說到做到 沒有 因為後來 因為我女兒是母陽座 原來妳沒有原則 因為他是很愛很愛 來糾纏妳 煩妳 問妳任何事情 或者是逼我管教他 逼妳管教他 對 因為他就是希望 妳可以看到他 對 他希望被很關注 然後強壓式的那個教育 他希望軍事教育 對 對 就是如果他說 妳知道我今天手機 看了多久嗎 我說 拿來給我檢查一下 他說不要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妳一開始 沒有做到檢查 妳根本就不在乎我的眼睛 就是讓眼睛 視力變差 妳也不在乎 然後我說 那妳既然想到的話 妳就拿來給我看人家 他說不要 要妳自己拿出來 要妳自己開口說 我要看妳的手機 有沒有那個超過一小時 真的嗎 我才會拿出來給妳看 然後我想說 妳在演哪一齣 對 我想說到底要怎樣 感覺是很愛媽媽的 好難喔 很難耶 超難的 我覺得可能是 妳常常會稱讚姐姐說 姐姐好漂亮喔 姐姐妳好棒喔 沒有 我跟你講我 真的嗎 他比如說做好吃 我就說 寶寶妳好棒喔 然後他就會說 真的 那如果硬呢 怎麼辦 我會硬嗎 就是罵他而已嗎 我會罵他 我說妳如果 再用這種態度跟我講話 試試看 妳再給我瞪 因為他瞪是那種 真的很 很瞪是那種 我說妳再給我瞪 妳再給我瞪瞪看 他會這樣 我說妳再瞪 然後就講不許不講 因為他就一直這樣 我想說 對 沒準 妳輸了 對啊 如果用笑話呢 就如果笑他 或是幽默的 比如說他如果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妳又來老套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他說 妳幹嘛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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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個比較有 用這一招 可是他就開始覺得 變我了 他好有氣喔 因為我 我女兒也很愛面子 然後她有時候也是這樣看 妳會瞪嗎 對 然後我說 我就學他 怎麼樣 這樣看 比較好看嗎 看誰瞪比較久這樣子 對 我就越越靠近 或者是 有時候我就故意 走 對 對 我就話解掉了 對 就是不要給他下一個 什麼機會 我看好累 還有一招 我女兒超愛吃冰淇淋 然後如果她在鬧的時候 她真的在跟你槓的時候 我會突然說 我要去吃冰淇淋 然後她突然發現 轉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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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是像她最愛的那件事情 轉移訊 對 對 薛曉珊最愛什麼 那我現在只有她生氣 就說 我來等我自己了 天啊 拿酒瓶一直打酒瓶 因為她有一次把我吸到 我說 我剛好正在收酒瓶 然後她就在那邊 為了什麼事煩我 然後我就說 妳是要靠我現在拿酒瓶 妳給我自己投嗎 她就說 她就立刻哭說 不要 媽媽不要 我說 妳就不要再跟我鬧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說 她最後還是要贏 這是百分之一 所以我說你們的孩子 都很像天使啊 因為我之前不是常常想 許老三壞話嗎 對 可是後來她有一次就 因為她平常就是真的 聲音很多 然後都很刺耳 我常常跟她就吵到不行 然後那天她就說 媽媽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 牛蛋了 然後就說 那妳趕快那個不要喜歡喝 就躺著睡覺 然後她過一陣子的時候 我去摸她 我就 嚇到 如同那個炭火一樣 然後我就趕快 拿那個耳溫槍 然後一量 然後你看 太高了吧 對 我以為我很高 因為我以前頂多就是 三十八年三十九 所以她已經下昏了 最頂了 四十一點九 我就 然後打到手 我跟公公說 因為我公公是醫生 我說 她四十一天救妳 妳救我怎麼辦 然後她就說 家裡有藥什麼 所以先退燒什麼 對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我老公說 寶寶她現在就是 妳要跟她有隔離啊 我說她才幾歲 妳要我讓她一個人 放在房間 怎麼可能啊 對 然後我就這樣 一直幫她按腳 然後就是一邊 我還戴著口罩一邊按 然後就一邊就 想說 媽媽以前怎麼 一邊哭就是這樣 對 然後按很久很久之後 她就說 媽媽 我就想說 她是不是要說謝謝妳 對 然後她說 沒辦法還滿清晰的 因為她發燒發燒是頭 是頭 還滿清晰的 那她們都可以 她也按我腳 對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我就按她頭 然後一邊按一邊哭 真的 然後我老公還說 寶寶妳今天要洗手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她說 妳為什麼是 妳為什麼這種語氣 我說妳這不過有多心疼 妳這不過有多燙 感覺好像要死掉 什麼什麼 不過她竟然 三天就好了 我本來想說 好了很棒 我本來想說好心疼 然後說希望妳趕快健康起來 就有沒有想到 第三名 我許得怨還真靈 她現在妳也好了 她說 媽媽妳要不要吃飯給我吃 我說妳好了嗎 她說 對啊 她沒有變得比較感謝妳嗎 她沒有變得比較感謝妳嗎 我說那種UberE 然後她說 拜託 我之前確診 妳還給我吃UberE 妳要做營養的東西 給我吃好不好 她真的很清楚耶 然後有時候對我很沒禮貌 然後我老公會說 寶貝 妳知道妳當時確診的時候 是媽媽一個人進去 在房間陪著妳耶 對啊 然後她就說 她是我媽 不然呢 不然呢 好氣 好氣 好氣喔 說得不會有道理 但是也有道理 對啊 她好氣 問題是我就想說 這真的很生氣啊 她什麼都沒有欣賞 就沒有說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 至少感謝一下嘛 那也有錢 就那三天就很快就過了 就好了 快就好了 對 謝謝媽媽